兩名身材交好的女消防員 賣力作者健身器材 她們可是2018年 新北市消防猛男月曆中 萬綠叢中的兩朵紅花 但她們體力不輸人 有的是更多柔美氣質 10月代言人葉肇碩 繼2013年後再度登上月曆 目前在請止中心的她 因為要接聽許多保安電話 被稱作最能安定人心的聲音 很多民眾她其實 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如果我不在她的身邊 但是我的聲音 能夠讓她覺得說 救護車能夠趕快到達現場 其實也算是第一線 也跟醫生一樣 也有救人的感覺 原本想從醫的她 換個方式 換個地點 同樣也在挽救生命 除了她之外 三月代言人彭于貞 大學時候還是一隻汗鴨子 靠著執著和努力 已經成為三鐵選手 但愛果全吃的她 一直有個小小心願放在心底 放假的時候也都會 自己去學習 搜救權的相關技能 我有機會的話 我想要加入全隊 然後可以到第一線 去幫助更多人 除了女代言人之外 其他消防猛男 不只整線肌肉 更要秀才藝 新美市消防猛男月曆 十年來從全市男性到逐漸有女性出頭 甚至還成為另類焦點 也要讓民眾看到 女消防員 麗與美 剛與柔的完美結合 記者嘉明 楊中盛 新北市報導